大家好,我是朵的爸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关于打印卷子的经验 朵朵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给他添置了一台激光打印机 关于打印机如何选择 我以前发过文章 简单的说就是这种打印机要用好多年 要注意墨粉的耗材成本 下面正式开始分享 学校老师经常在群里分享卷子 有时候发文档比如word或者是pdf 这种常规的方式不在本视频讨论范围 老师们除了发文档卷子 还经常发图片类的卷子 比如一张空白的卷子正反面 分为四个部分 一共拍成四张照片发到群里 家长得到这四张照片 然后再打印出四张A4纸 然后再让孩子们做卷子 虽然卷子是空白的 也很干净 白纸黑色 但是这里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 那就是纸质的卷子拍成照片以后 那个照片的灰色调比较多 如果直接打印 打印出来的那个纸会有一层浅灰的底色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 还有比较深的底色 这种打印方式不仅耗费墨粉比较多 而且还不好看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视频教大家一个方法 那就是调整图片的色阶 我以电脑上的Photoshop软件为例 如果没有条件的家长或者老师 可以在手机上调整 也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 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让画面整体变白 去掉灰色调 只保留白纸和黑字 如果不会手机操作 请留言 我看如果反馈比较多 我再做一集手机处理的教程 比如这四张卷子 这是比较常见的直接拍照的卷子 除了白纸黑字以外 还有一层浅浅的灰色 如果直接打印出来 就像视频中看到的这个样子 左侧的是直接打印出来的效果 右侧的是处理之后 再打印出来的效果 对比很明显 左侧的显得特别脏 右侧很干净 左侧比较沸沫 右侧比较省沫 那么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先打开Photoshop 然后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按Ctrl加L 或者是点击顶部的菜单 图像 图像里有一个调整 调整里也有一个色界 然后这时候会打开一个小面板 像这种照片 一般会是这个样子的 它底下有三个小块 右侧有一个白色的小块 左侧有一个黑色的小块 用鼠标托中可以左右移动 中间还有一个灰色的小块 我们主要操作就是修改 白色这块信息的右边 千万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会丢失很多信息 先确定左右的范围 黑色到这 白色到这 然后再调整中间的灰色 把这个灰色往黑色的这块拉 让它俩最好重合 然后再点确定 这样是不是白了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效果 是不是变化很大 这样的卷子直接打印就行了 我们再看第二张图片 同样是Ctrl L调整色界 这张图片它的信息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是先调整黑色的小块和白色的小块 然后再把灰色的小块往左侧拉 这样它就变成白色的 再看一个 Ctrl L 做法都是一样的 如果把白色的小块再往左拉 往黑的那块拉 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是有可能会失真 具体拉到哪 我们自己决定 再看最后一张 一定要确保 左侧的文字要显示清楚 可以向左拉 再向左拉之后 这些字会有一点失真 像这种灰色的星 可能就没了 根据我的经验 设置成这样就可以了 左侧的黑色 在这个信息的左边 右侧的白色小块 在信息的右边 然后中间灰色的小块 距离左侧的黑色越近就好 这样基本的信息 或者是主要的信息都会保留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